这边挺冷 这没有猴呢 还有一封信 这父母也太狠心了 行了,咱俩这么有缘,就跟我回家吧 妈 儿子回来了 你给我拿一百块钱 你有钱干什么呀 干什么,你就别管了 我不想在家里吃饭行不行,我想出去吃 这妈都做好了,跟你煮的有鸡蛋 就你做的那饭,我天天都吃够了,不想吃了,赶紧给我钱 那行,给 妈就剩这一百块钱了,你拿着 咱们别乱花 晚上也别夺我饭了,我出去上网去了 哎,儿子 那晚上也要回来呀 我不回,我小朋友回,你管我干什么呀 哎,哎 你这是黑子 就天天给我用钱 哎呀 妈 妈 妈 哎,儿子,你叫我 妈,你坐着,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啊 我想出去打工 那行,儿子,你想出去打工吗 是啊,你给我点钱呗 那行,你要多少呀 那你最少一代给我拿两千块钱啊 我出去打工,算上路费,算上到那边的开销什么的 那得多拿一点 两千块钱 儿子,暂时出去挣钱呀 你一下给妈要两千块钱 我也没有呀 你怎么这么穷啊,两千块钱都拿不出来 我出去挣钱,我不得需要本金吗 我路费什么的 行了,你出去给我借,也得给我借过来呀 我不是,儿子 我昨天才给你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给我干什么的 昨天就花完了 那行 你别生气了,妈出去给你借一去 你赶紧借 这想不明白,我怎么生到一个这么一个穷家呀 这都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回来 怎么这么慢啊 儿子 妈回来了 借了多少钱 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那行 儿子 咱出去啊,可要省着电话 哎呀,我知道了,我不啰嗦呀 我走了 妈去给你收拾几件衣服呀 收拾什么呀,到哪边现买 那得花多少钱呀 我那铺衣服还能穿吗 穿出去了,不让人家看笑话呀 行行行,你买你买 一天呢,怎么都别管我这么多 哎呀,儿子 出去好好照顾自己 行啦,我知道了 这孩子 这村长这么大还没出去过呢 这也出去 这我心里也管不好受呢 啊 啊,终于回来了 儿子 你不是出去打工了吗 哎呀,打什么工呀 我到了外面才知道 那活那么累 那都不是我干的活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儿子,咱既然出去了 就不应该这么快就回来呀 不管怎么说 也要干到过年呀 哎,干到过年呢 一天我都不想干 老板,那个样子 我看下来很烦 儿子,咱出门在外呀 要收敛自己的贫气 不行,我受不了那个气 我也受不了那个罪 哎,以后啊,我还是不出去打工了 你养着我吧 妈养着你 妈以后也有饶的时候呀 你不能什么事情都依靠着我 你是我妈 我不依靠你依靠谁呀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 还怪我呢 谁让你家里这么穷了 你自己没本事 我说儿子呀 你什么事情 怎么都怪我呢 你看人家给你一百大的 人家都结婚成家了 都有孩子了 你可倒好 到现在连个事 把你的工作都没有 花钱呀 总是给妈要 我不跟你要给谁要啊 说三个字 你还是嫌我没有工作呗 那人家妈都给她儿子安排好的工作 你怎么不给我安排工作呀 就是你没本事 我就怪你 一点出息都没有 人家父母都给她儿子盖大楼房 买好车呢 你怎么不给我买呀 不给我盖房子呀 儿子 你别说了 出来出去 你不就是嫌你妈没本事吗 你自己没本事 那你要是给我盖大房子 我现在就出去找工作 你给我盖呀 都怪我 怪我没本事好了吧 这妈一直心里啊 藏了一个秘密 二十多年了 我一直都没告诉你 今天 既然你说出这样的话了 妈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秘密 你没有什么秘密啊 你不会哪里藏的还有钱吧 赶紧给我拿回来 儿子 其实 你不是妈亲生的孩子 我不是你亲生的 你说的真的 我就说妈 妈 我经常做梦 我就梦见 这个家不是我的 我家里可有钱了 原来 这都是真的 妈 那我的亲生父母呢 你赶紧告诉我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我也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 我就知道 我捡你的时候 你旁边呀 放着一封信 在房间里面的 你去打 行 我还真不是你亲生的 我就说妈 我就不可能是个穷命的 妈 那我就找我亲生父母去了 这上面有个地址 哎呀 这个家伙早就不想在了 你自己在家里生活吧 我有时间了 会回来看你的 我走了 哎 儿子 儿子 这都做了多少时间呢 说回来看我的也不回来 这最近呀 我想来想的 整天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腔子呀 什么时候回来呀 妈好想你 十二 啊 十二 您这是怎么了 怎么在这哭啊 骗子 怎么了 你说这腔子 就不回来了 哎呀 十二 你说的是这件事 你也别太难过 现在腔子长大了 他也许是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去找他的亲生父母了 我知道 可是他跟我说的 他会回来骗我的 可能是他现在还没想明白吧 等有一天他想明白了 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毕竟你养了他那么多年 燕子 你又别再劝我了 我自己知道 腔子嫌弃我 嫌弃这个家 他不会回来了 怎么会呢 人家都说了 养育之恩大一天 你把他从小养大 也不容易 这些恩情他肯定还记得的 你别难过了 啊 爷子呀 你就不要安慰我了 十二 你别想那么多 你最近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其他的问题也 就交给时间嘛 别想那么多啊 我扶你回屋 来 十二 你感觉怎么样呀 要不然咱们还是去医院吧 你说你生了那么严重的病 在家拖着也不是办法呀 燕子呀 我不去 怎么能不去呢 你身体这个样子 你能等到强子回来吗 十二 你就听我的 将来强子回来了 看到你这个样子 他心里该有多难过呀 现在呀 是 是 是等不到强子回来了 强子呀 他也不会回来 他嫌弃我 嫌弃这个家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啊 谢谢 十二 十二 你别吓我呀十二 十二 你醒了呀 强子 这是哪儿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你从小长大的地方 是啊 我这次带你回来 要见一个故人 恩人吧 咱们赶紧走吧 那行 哟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这个白眼狼呀 你还知道回来呀 燕子姐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自己想啊 你妈都死了 你回来干什么呀 嘿 你说什么 他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妈不是好好的吗 赶紧走 我回去看看 哎 强子 妈 妈 妈 不是 妈你看没有吧 强子 你这怎么了 你妈应该在家呀 你在这玩什么呀 我 我妈 我妈你真走了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我还没回来给你报恩呢 当初都怪我 我 当初 我看到 我的亲生父母的地址之后 我就直接找他们了 说走就走了 也没有关我妈 妈 你抚养了我二十多年 现在我回来了 却再也见不到你了 强子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来了 是我对不起我妈 以前 我嫌我妈家的条件不好 我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时候 我就找我亲生父母去了 一直都没有回来 没想到 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 崔志强呀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我说呢 我跟着你回来 刚才那个人 为什么会那样说你 原来都是你自己就由自取 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你说他把你捡回来 把你养那么大他容易吗 你去找你的亲生父母了 对他不管不顾的 他现在得多难受啊 是我对不起我妈 你现在用这副表情给谁看呀 你的父母还能看到吗 我告诉你崔志强 之前是我瞎了眼才会看上你 现在我知不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人了 我都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 咱俩分手 你个白眼了 妈